耶 來到孫生又來了 我的獨立個人頻道 這個頻道就是 常常會有我talking啊 或者玩公仔啊 或是我生活的vlog 聽大家說大家都很喜歡 聽了第一次的房市 我以前家裡住地下室 那時候還看鬼片 看鬼片哪有氣氛 那女生還嚇到 小鳥一眼躲在你懷裡 那個時候還什麼都不懂 就像國高中生一樣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一千歲就國氣 那個時候摸摸摸摸摸 也差不多 該辦正事了 第一次真的找不到 好扯好可怕 很像你在大指上你要去市里 你怎麼找就找不到志強睡覺 我以為女生 他也感到開心 沒有他感到不耐煩 一直找一找就讓自己爽 一到 他黑也不找 女生會不爽 重點是 你是前半端進去一點點 因為好像女生會痛 我知道了 對 太大我太大 不知道要弄濕 對 那時候不知道弄濕濕 什麼羊肠弄鬆鬆 什麼水邊弄濕濕 那時候還沒有任何事接運 以前哪會懂啊 以前根本不懂這些東西 他就一直喊痛痛痛 他就一直喊痛痛痛 可是我剛剛聽起來是沒有成功 對啊 所以我就給他口活 就是吃吃吃吃 那我聽起來是沒有完成第一次的機會 沒有欸 想起來非常的也很好笑 會很羞澀 第一次誰會懂 你以前看那些日本店 那怎麼會這麼行雲流水 你實際根本不會懂啊 還有一次在學校頂樓屋頂 也很讚喔 這個厲害喔 在屋頂 越黑風高越晚 然後從背後這樣子直接 前後搖擺 我們應該要詩情話異一點 一樣在學校老屋頂上面 老地方等我 你白皙的美腿 在你的短裙絕對領域之間 來回的摩擦 來回的摩擦 所以那一次是有成功的嗎 有成功的 有成功的 完成了這個 因為艾艾對我說很重要 他像一場秀一樣 他必須雙方都開心 你不能說我 我在那邊弄弄弄 然後你可能會死魚臉 咦 你們在吃嗎 好爽喔 那不對要解掉 我對我說艾艾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欸那其實 我的見面會可以考慮辦一個 做黑秀見面會 大家還要付錢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房市的經驗 就是也蠻蠢的 沒有什麼太特別 就在努力的去找尋 因為 我是一個很拚命的人 很多不同的事都會去學習 那現在我就是 秒找 等下 等下 找到 好快 這是我太愛的第一次的故事 還有更多VLOG 孫生又來了 我們下次記得訂閱 還有五十來啦 已經數位發行了 之後KTV可以唱到喔 五十來一啦 我們就是看錯 五十來一啦 拜拜 不理答一答 好 четы